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2021年3月 林冲因为腿部动脉阻塞大出血 一度病危 她哽咽回忆 那时医生已请我干儿子进来看我 就是要看最后一面 当下干儿子鼓励我 要我恳求上帝 最危险的一刹那 林冲诚心请上帝救救她 因为心中还有许多事情还没做完 后来医生找到出血原因 并奇迹地救回一命 出院后 干儿子凯文瞒着她 精心准备老爸的90岁寿宴 邀亲友及为她开刀医治的医师出席 一人既宝如 激利如 也是坐上宾 林冲见到救命恩人及亲友 又惊又喜 直呼吓了一大跳 她强人泪水说 今天非常幸福 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 祝大家永远幸福健康 亲友们为林冲包肠 举办了小冲冲 长长久久生日宴 林冲几度历经重大手术 却越战越勇 她在欢呼声中进场 现场伴随金马奖盛典的乐声 她高举双手 精神奕奕地向大家打招呼 自认心理年龄仍保持在30岁的她 放话要再办一场轰轰烈烈的演唱会 获得重生的她开心笑说 今天要偷偷多喝一点酒 林冲曾离摄护腺癌第三期 又有慢性病 糖尿病 心脏病 及血管严重钙化等状况 积极对抗病魔的她 去年又因左脚动脉血管阻塞 入院开刀一度休克 生命斗士林冲表示 无论什么年龄 永远要怀抱目标 让自己每天帅气度过每一天 随时为登台做足准备 就是她活下去的动力 所以她每天会和身体复健练唱 挑选演唱会战袍 即整理歌单 就是她每天最快乐的事 问及身体近况 林冲向大家报平安 除了左脚还是有些无力 其他身体一无大样 林冲儿子表示 还是担心爸爸的脚会再阻塞 因此每隔三个月会定期回诊 每周也会往返台中为腰椎复健 林冲所有一切的努力 都是为了办成自己的演唱会 她曾说过 无论如何都要再站上舞台演出 天生当歌星的她 就算身体有病痛 也要重返舞台 这是她健康活下去的最大动力 有人笑说 冲哥只要站上舞台 就会激发她的肾上腺素 此外 林冲除了向各界宣告自己将健康重回舞台的心愿 越活越年轻的她 经营地冲着你来 油管频道也将正式启用 凯文表示 未来频道将有林冲所有的生活日常片段 将用影片记录林冲恋唱 教会见证 复健等贴近生活的影片 让她世界各地的粉丝们 能用频道临时差地浏览林冲的一切 贴近自己的偶像 林冲为寿宴的宾客 献唱招牌歌 钻石 幸福在这里 让亲友嗨翻天 纷纷拿起手机抢拍 随着歌声伴舞 林冲满脸堆满笑意 加码演唱诗歌 这一声最美的祝福 安可声不绝于耳 现场宛如她的小型演唱会 宝刀未老的她 宣告演唱会的日期就在不远的将来 她打趣笑说 要听安可 请买票来听我的演唱会 林冲寿宴 诗心慧 唐玲 陈凯伦 文湘 薛家燕 黄子角 陈美凤 王彩化 杨贵妹 向娃等群星 预录视频为她祝贺 林冲更揭露 启示自己的本名叫林西线 喜欢看电影的她 因为欣赏男性张冲 又想到大明星都是取名两个字 因此为自己取名林冲 除了爱唱歌 出唱片 林冲也拍过不少电影 甚至因拍戏和女主角们传出绯闻 老婆过世后 她曾分别交过台湾 日本女友 但透露情已转淡 林冲表示 没办法 我还是忘不了老婆的好 以前我说想喝咖啡 她一定立刻准备 很贴心 好像没人能取代 她在我心里的感觉 过去 林冲和丁佩 和莉莉 在邵氏时分别拍过戏 还和大道歌王女主角 何莉莉 传过绯闻 她透露 拍吻戏时 是来真的 我第一次当大明星 他们两个人拍电影 都真的亲 让我有点受宠若惊 想起过世多年的老婆 林冲说 她管我太厉害 很爱吃醋 但我还是忘不了她 外形英俊潇洒的林冲 出道至今已40多年 然而她对表演热情 丝毫未减 在舞台上尽情宰歌宰舞 岁月似乎不曾 在她身上留下痕迹 她说 我热爱表演 从来没想过要退出 就算最后台下只剩一位听众 我还是会卖力演唱 林冲受到父亲混血遗传 具有中日血统 她自幼出身于台南望族 又前往日本就学 也因为家境优渥 原本父亲希望林冲 能当医生或外交官 为了妈妈让她学习钢琴与舞蹈 奠定了她日后的表演基础 促使她朝演艺圈发展 回想起来 林冲笑道 我的父亲是省议员 知道我想要当艺人 当然强烈反对 差点断绝我的经济来源 后来成名 报纸杂志天天有我的报道 爸爸才以我为荣 主动在家帮我简报留念 19岁的林冲 少不更事 虽然喜爱表演 却从未想过要步入演艺圈 她在日本留学时 一次有位亲戚在明古屋结婚 她应邀出席并同时登台现唱 没想到当时全日本最大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总裁 就坐在台下当贵宾 见到林冲的演出 这位总裁大为机上 带林冲返回东京 立刻被通知前往唱片公司市场 她说 我那时正好准备一套 要在大学晚会上表演的节目 高山青 根本就是出生之独不畏护 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丝毫不紧张 没想到唱片公司的主管和作曲 作词人都很满意 立刻和我签约出唱片 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为了力捧林冲 特地为她量身打造新歌《香港旅情》 《东京的夜来乡》 随即又应台湾驻日的文化处安排 飞往韩国代表台湾参加第一届亚洲歌唱比赛 果然林冲不负众望 以一首描述自己新生的故乡之歌 勇夺冠军 一夜间飞上枝头 成为众所皆知的新秀 甚至乔介还称她是东洋的王子 使她成为第一位在日本穿红的华人歌星 当时在日本虽然已有唱片公司栽培 同时还开始加入富士电视台演出连续剧《检察官》 但因台湾与日本间金融尚未流通 台湾家境虽好 钱却汇不过来 弟弟与妹妹也来到日本念书 就只能靠我演出养活他们 三兄妹省吃俭用度日 林冲谈及以往 忍不住落泪 有一年圣诞节前期我在拍戏 医院打电话给我说弟弟入院 有生命危险 我急忙赶到医院 弟弟病患紧急 马上要开刀 但我身无分文 向日本的亲友借钱还被骂混蛋 四处借贷无门 只能跪在地上求医生 无论如何一定要救弟弟 最后还是靠大学教授帮忙才渡过难关 弟弟住院期间 林冲每天在电视台拍戏 收工后回家炖煮鱼汤给弟弟补身 为了省下每一分钱 连电车都舍不得搭 又怕鱼汤会冷掉 独自在漫天大雪的东京街头 从租来的窄小住处 快步赶到医院 经常边走边思念父母 又懊恼自己没有做好当哥哥的责任 手足情深与种种异乡游子的心情 泪水交织着 飘到脸上的雪花 这个努力享圆梦的年轻人 只能一手提着鱼汤 一手擦干泪水 继续向前行 艰苦的生活并未打倒林冲 他努力学习舞蹈与唱歌 从未间断 也从未懈怠 林冲很快在日本打开知名度 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更安排他到香港登台 而林冲向东方猫王般性感兼动感的郡帅外形与歌舞 搭配全身华丽亮片的秀服 心肠而前卫 令当时还相当保守的湘江民众叹为观止 大大风靡了全湘江 林冲在香港广受欢迎 吸引了彼是还在邵氏的邹文怀 与导演张彻的注意 对他赏识有加 和他签下三年合约 林冲也开始把事业移往香港发展 为了欢迎林冲 邵氏公司特地为他编写剧本《大道歌王》 更安排当家花旦何莉莉与他共同演出 林冲笑着说 何莉莉是大明星 年轻又漂亮 追求者多如过江之计 但何妈妈管得很紧 年仅28岁的林冲成为香港演艺圈的闯儿 让他海外登台秀约与戏约不断 当时许多香港名流政要 为了一睹这位帅哥的庐山真面目 争相安排饭局请林冲 同时致赠红包或名贵礼物 甚至还有位富商太太苦追林冲 送上全港今有三部的爱快罗米欧跑车给他 只为博得这位偶像帅哥青睐 富商太太与丈夫离异后 依旧对林冲照顾有加 最后果然打动了林冲的心 两人终成眷属 只是结婚8年后 女方因脑溢血骤事 林冲黯然说 她把我的生活与事业都照顾得很好 回到家会帮我放洗澡水 下厨做菜 就连刷牙的牙膏都帮我集好 她走了之后 我才发现真的不能失去她 林冲透露 由于当时她在香港演艺事业如日中天 经纪人再三告诫她 千万不要公开有女友 千万不能结婚 否则就红不了 所以 当时她的感情虽有对象 甚至已经定下终身 但对于感情这方面 只能一直采取低调态度 就算影剧记者猜测 她也一概否认 林冲开玩笑道 幸好那时香港还没有狗仔队 不然一定全部被爆料写出来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